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星星 现在我要出门去吃一家据说很好吃的瘦洗锅 我们一起出发吧 现在我们来到了大跃城 马上就要到我找的那家餐厅了 我又买了一杯福建桃山 不过是他们家最基础的金盐乌龙奶茶 然后里面加的是它的那个珍珠吧 反正也很一般我觉得 下次再尝尝大家给我推荐的那个豆乳奶茶 刚刚路过这个一瓶小龙 然后打包了一份四型小龙 里面有四个小包子 特别是麻辣小龙虾的蟹粉汤包 鲜肉汤包和鲜虾汤包 因为四个口味 我们现在去找一下那家店 还没有看到它 他们家的包子也太秀称了 我感觉一个女孩的话 应该可以吃十个吧 到了就是这一家装修的 也是这种浴室的风格 叫姿牛受洗烧 我们去看一下吧 我觉得他们家的小龙虾呢挺好吃的 有点小哦 拔一口一个 然后里面汤汁还是比较豐富的 现在就等我们过来吧 我来尝一下B片上来吃蛋液的肉 我来尝一下B片上来吃蛋液的肉 肉片沾上的蛋液呢 让它感觉口感更细化了 然后鸡蛋液呢也没有任何的腥味 我觉得它是很不错的 它的锅底呢是可以选择偏甜和偏咸 两种口味的 我们给了人气比较高的偏甜的一个风味 这豆腐很简单 背鲜芝麻酱 这豆腐很简单 自己在家买一瓶 背鲜芝麻酱 这豆腐很简单 自己在家买一瓶 背鲜芝麻酱 我想再准备一盒这种可以冷吃的豆腐 直接淋上去吃就好了 这种日式冷豆腐的口感就很像在吃甜品 吃豆花的感觉 它们家的肉切的还是蛮大的 这么大一瓶 这个刚刚用黄油煎过的洋葱 太好吃了 甜甜的 再来一片肉肉 我觉得摄取过煮过的食物 就包括蔬菜之类 它都会变成一种浅浅的褐色 这玉米但是碎玉米 好烫啊 吃个低卡蔬菜 和玉洁 吃个白菜 再来一片鸡蛋夜战的肉肉 这个凉拌花角肉的打底呢 下面是萝卜萨切的很细的那种 因为这摄取过属于很清淡的嘛 包括我的这个蘸碟也是生鸡蛋 所以吃下来整体的口味呢 就是非常的平缓 有这些餐厅小菜呢 就稍微能够刺激下你的味蕾 如果一直吃这个肉蘸鸡蛋夜的话 就会可能会有点腻吃到最后 今天我们两个人呢 是买的一个双人餐 餐里面包括了肉 蔬菜 菌类 蔬菜沙拉 还有餐厅小点 还有一份胡冬面 我记得那个还有冰淇淋什么的 然后待会吃完了后我们再上班 减肥的姐妹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摩浴食品 因为摩浴食品热量是特别的低 我看他们就是煮这种寿司烧里面的大葱 都是会吃掉的 我要试一下好不好吃 就软软的有一点甜味 没什么葱味了很 现在最后一片肉了 好吃 现在收尾了一些乌冬面来吃 我这乌冬面滑滑的还挺好吃的 但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乌冬面了 火源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金贝尔他们家就有乌冬面特别好吃 好像是有牛肉的和鸡肉的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味 他们家乌冬面是我觉得比较好吃的 好吃是香芋粉的那种感觉 吃了半天我觉得乌冬面才是全场最佳 今天吃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我觉得它两百多的一个双人套餐呢 两个人算是能吃个9.5分宝吧 也不是很撑的那种 如果有男生吃这个套餐的话 可能还需要加菜这家呢 是在大跃城的四楼 如果大家有机会路过这边的话呢 还是值得来打开一下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